为什么都说擎天柱和大黄蜂是一对CP 当你了解他们的友情之后 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早在数百万年前的赛博塔内战之时 大黄蜂还是一个游离于宇宙的赏金猎人 为了养家糊口他到处贩卖能量晶体 直到汽车人二把手通天小被威震天枪杀之后 太师傅协议自动寻找到心存善意的天命之人 也就是我们的五五开 随后他便加入汽车人阵营 在之后几百年的时光里 和大哥擎天柱一起为正义而战 当战场转移到地球之后 无可匹敌的天灾也随之杀倒 为了抢夺能进行空间传送的超取速钥匙 擎天柱一马当先迎战天灾 可几招过后就被气打翻在地 眼看大哥即将被斩 大黄蜂抄起一旁的战斧就赶来支援 可下一秒却被天灾狠狠贯穿 随着天灾的捕捣 大黄蜂也只能生死到消 只留下擎天柱那无尽的哀伤与自责 好在大黄蜂被宇宙大帝那庞大无比的能量富 而擎天柱也最终战胜强敌天灾 在之后的时光里 虽然越来越多的汽车人赶到地球 可唯有大黄蜂依然健在 到了变四之时 随着爵士被威震天守司 救护车被禁闭掏心掏肺 就连铁皮也被遇天敌偷袭身亡 此时也唯有大黄蜂不离不弃 而擎天柱也早已将大黄蜂视如己出 看作自己的好大 这点从他与男主凯德的对话中 就不难看出 这也是为什么在变五时面对黑话后的秦天柱 即使大黄蜂火力全开 却仍旧不敌 千钧一发之际他及时开口说话 立刻就让秦天柱恢复意识 这就是来自羁绊的力量 如果世界上有种爱能超越时间 那么一定是父爱如山 评论区里艾特你的好大朋友 给他父亲般的关怀吧